個男人從巴士下車後 沒有留意交通情況就過馬路 他被駕鑽線小巴撞至當場飛彈幾米 頭部重創倒地昏迷不醒 現場路面圍下一攤血跡 小巴左邊的車頭凹陷擋風玻璃碎裂 事發於星期一下午3時多 一架開往荃灣西鐵站的87K專線小巴 沿興方路行駛 駛到去維芳村葵信樓對開時 撞到過馬路的50多歲男人 他被送往馬加列醫院搶救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